各位早晨,我是鍾汶玲,歡迎來看《聆聽主聲》 今天是12月23日,經文在《雅歌書》的五章二至八節 題目是《失去的愛人》 我身碎我,我心卻醒,這是我良人的聲音,他敲門說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甲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給我開門,因我的頭滿了露水,我的頭髮被夜露滴溼 新娘說話,我回答說,我脫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腳,怎能再沾污呢?我的良人從門孔裡伸進手來,我便因他動了心 我起來,要給我良人開門,我的兩手滴下抹藥,我的指頭有抹藥汁滴在門山上 我給我的良人開了門,我的良人卻已轉身走了 他說話的時候,我神不守舍,我尋找他,境尋不見,我呼叫他,他卻不回答 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打了我,傷了我,看守城牆的人奪去我的披見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我祝福你們,若遇見我的良人,要告訴他,我因私愛成病 這次是第四次愛人稱他所愛的,為我的梅子,我的佳偶 在遠古近東的地區,愛情詩歌裡,這是常見的稱呼 計第三章後,這是第二次蒙愛的女子在晚上獨自睡覺 但與上次不同的是,當時她走在城市街道中,尋溯她的愛人 現在她卻安睡在自己的床上,享受晚上的休息 雅歌是一個愛情詩集,沒有一個按照時序進行的故事發展 然而這反映兩個不同的愛情場面,其一就是被愛的渴望愛人的同在 第三章,然而第二就是無愛的女子,沒有這樣渴望愛人的同在 只是被自己個人的休息和舒適,佔據了她的心情 這是第五章,這就是現實了 正如傳讀書三章五至六節所說 懷抱有事,不懷抱有事,尋找有事,失落有事 在一個愛的關係中,我們只能有限度付出 直至我們疲倦,甚至根疲力盡 如果你曾服侍過你所愛的長期病患者 你就知道什麼是服侍者的勞累了 我與我的愛人耶穌基督的說話,我怎麼說呢? 在服侍你的當中,我心已經傾盡了能力,奉獻身心 思想、委身、時間、情感、想像力和創作力 我誠實地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現在我很累了,甚至根疲力盡了 身體病痛加上智力衰退,我還有什麼可以再給你呢? 當我思想我已經過了我的最佳使用期 現在進入日暮黃昏時,他竟然來找我 他在門前央求我說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甲子、我的完全人 求你給我開門,因我的頭滿了露碎 我的頭髮被夜露滴濕 第二節,我依偎在我的床塌被鋪之中 在想,那麼夜幕低碎的時候,他想要什麼呢? 是否要我幫他抹乾身體 並且在這個時間被他熱茶暖身呢? 我脫了衣上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腳怎能再沾污呢? 第三節 儘管我是身體懸弱和精神疲倦 可視我對他的愛並沒有衰落過 我可以仍然說毫不猶疑的我愛他 心靈固然願意欲體卻懸弱 正如門圖在赫西馬尼園的樣子 馬克福音第十四章三十八節 如此,耶穌你主動地嘗試在外面開門入來 你認真追求得著我的同在,感動我起身開門 若你有需要,難以想像強壯我神的兒子有需要 就算是微小到只想我在你靈魂的黑夜陪伴你 由於我們盟約的愛,我仍然想供給你所需要 正如彼得雅各若翰 我願意警醒和你看守片時 因為你在經歷了赫西馬尼園的黑夜 因此我起身,開我的心門給你,但你已經離開了 我延遲的回應就讓這個寶貴的機會流走 十分困難去緩解這個遺憾 你向門徒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嗎? 救了時後到了,看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一節 首殿的兵丁羅馬兵丁來將耶穌帶走,新娘就嘆息了 他說話的時候我神不守舍 第六節 耶穌基督启示六三章二十節說 看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直 這門不是從外面開的,只能從裡面開 正如第三章,熊愛的女子尋找外人卻尋不見 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他,反常地打了女子奪去他的披見 但女子並沒有再關心這個寒冷潮濕的幻想 他希望找到他的愛人,以此來屬回自己的錯失 再一次,雅哥裡的副歌說 耶路實冷的眾女子下,我祝福你們,若遇見我的良人 要告訴他,我因思愛成病 第八節 不幸地我們要等到我們失去愛人 才能醒覺到他對我們是極大重要 我們四出尋找詢問,為了得回失去的神 何等的悲慘 二塞亞書55章6節說 當趁夜和話,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求告他 何時會去我真愛的基督算是太遲呢? 我是否太放肆,以為他跟從我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呢? 主啊,原諒我 我在北京思索底下,事上忽略了你 你卻沒有放棄我 雅哥的故事展開後 去到一個快樂的結局 我是不值得信任的 但你卻是感謝主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 我們不要主白白的等候我們 我們要快跑的跟隨他 珍惜你每一次與主同行同在的機會 願主祝福你,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每天上傳的視頻通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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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